就類似像這樣 那我們其實這裡地方的話 主要就改幾個 那個caption 就上面名稱就可以 這個也是caption 把caption名稱改一下 然後位置的話 你大概再調一下 你主要就是可以針對那個 我剛剛講過 那個laps laps就決定 X軸的部分 但是他這個X軸 跟那個Y軸的觀念不太一樣 他正的是這樣子 跟那個X軸是一樣 還是往這個方向是正的 可是Y軸 我們以前的觀念是往上是正的 他不是他是往下是正的 那原點在這裡 以這為原點 所以你這邊的laps跟 tub可以自己再去做一個調整位置 然後呢寬度跟高度的話 就從wise跟這個height 這個就屬性他外觀去做調整 那大概把它調整成類似像這樣子 那名稱的部分這個是一個textbox 那各位可以從這個上方這邊也可以找 有沒有 他是一個textbox 然後名稱的話叫mypv 這個叫做myrent 就是利率 然後這個叫myyear 這個叫做mypay mypay就是最後償還 每個月要償還多少錢 那這個地方叫做rentpay 總共你利息付了多少錢 那這個就cal 這個就是reset 底線cal 大概就是把這些做出來 那最後的話呢 因為各位原來的這個上方有沒有 是叫做什麼 什麼user form1之類的 所以呢請各位也把它改名稱 這個本身有沒有 請你不要點任何的 你就點表單上面空白處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他也可以讓我們更改他的caption 這邊有個叫caption 也就是說然後你點這個本身有沒有 這個本身呢他就是一個user form 那user form本身的也可以去設定他的caption 他的caption就是上面這裡 另外他的名稱 本來叫做什麼